字幕志愿者 字幕志愿者 欢迎电视前面所有的观众 有分当然就会有何 因此有结婚必然也会有离婚 在台湾去年寻找离婚的家庭 已经不是那么一件困难的事情 但是离婚不仅对当事人带来冲击 经常无辜的孩子 也会成为了受害者 最近在离婚过程中 你应该如何考虑 亲子关系会有什么样长远的影响呢 今晚我们的主题 根据内政部的最新统计 97年的全年离婚对数 累计共56103对 平均每结婚3.5对 就会有一对离婚 台湾的离婚率高居亚洲第一 我这一次是很认真地想 我要离婚 提到离婚 很多人第一个想到的就是 孩子该怎么办 孩子是这样 我 为什么是离婚 因为你不会照顾 我照顾 到底是要跟爸爸 还是跟妈妈 还是丢给阿公阿嬷带呢 今天我们就走上街头 看看大家面对这样的问题 会怎么处理 是 要先问过我 跟我老妈啦 可能就一边住一个礼拜这样 就不要离婚 以何为贵 爸妈离婚 小孩只能毫无选择地 接受离婚的后果 根据美国燕鲁大学的 儿童研究报告中心指出 离婚是威胁儿童最严重 和最复杂的精神健康危机之一 离婚对小孩可能会造成的影响 有三类 一 小孩可能产生忧郁的情绪 二 会造成睡眠品质的不良 三 在学业上的表现 可能会明显地下降 离婚对小孩的影响究竟有多大呢 爸妈要离婚 小孩怎么办 今天就来说清楚 刚刚我们听的 毕竟还都是理论 接下来我们就要看真实生活 真相这些专家分析得如此 这么单纯吧 我们常听台湾说 离婚率是越来越高 我想问一下我们在场的年轻朋友们 究竟大家今天对离婚的态度 真的是像我们所认为的 那么习以为常了吗 因此我第一个问题 这请教我们年轻的朋友 当你的父母亲 婚姻出现任何的问题的时候 当然这个问题 是相当严重的问题的时候 你不反对 甚至也能接受 他们用离婚的方式来解决的 请答事 你的父母亲出现了争执 这争执还蛮严重的 你不反对 甚至也接受 他们用离婚的方式 干脆把这段婚姻结束算了 不仅超过半数超过了五分之三的同学们认为可以接受 为什么你们觉得可以接受 没办法 因为他们要想要这样做 我们没有办法阻止 二十号 你是一个离婚家庭 所以你自己经历过了 你觉得对你没有太大的影响吗 没有 因为我觉得这是大人的事情 就是如果他们已经没有心在一起的话 就不需要勉强他们 好 那接下来我就重用这句话 问我们今天晚上这个问题 如果真的大家回答是真的没有的话 我们节目就可以立刻结束了 因为我们这讨论 我们这讨论好像就是因为小孩子 我想请大家共同来回答这个问题 就是我们意外强调的 就是说婚姻里面不仅是当事者要考虑 最重要要考虑到你的子女 你的小孩 所以有人认为 父母亲 也就是婚姻的双方 应该尽可能为了孩子 尽量隐忍而不要去离婚 你还认为这个说法是对的 请答是 包括两面同学们一起来回答这个问题 人为婚姻为了小孩子 应该尽可能隐忍而不要走上离婚这条路的 因为我觉得这个对 如果离婚的话 对小孩子日后会有很大的影响 也来自一个离婚的家庭吗 对 我是跟爸爸的 你告诉我对你最大的影响是什么 你在几岁的时候 你分母亲离婚 我在两三岁的时候 我国中才知道这件事情 当我知道的时候 我会觉得说很讶异也很难过 因为毕竟说这个妈妈 我一直把她当成亲生妈妈在看 当我知道的时候 一定会有隔阂 所以就觉得说 而且一方面又觉得说 自己很没有安全感 很没有自信 切昊 有会改变你的想法吗 我觉得 可是他们想要离婚 然后我们就没办法改变 那是他们的心 好 我们接下来听听一些故事 看节目最后 你会不会改变你的想法 12号的爸爸 您结婚十年之后离婚的 是 你后悔了吗 现在 我是比较被动 是我那个老婆跑掉 我跑掉了 你还来不及跟他讲离婚 他就跑了 对 不是 是他要求 然后他落跑 他落跑了 当时小孩多大了 两个 一个九岁 一个八岁 你有求他吗 一生不想就走了 当时在他跑之前 之后有 有三请示拜托 就是不回来 你拜托他回来 是因为你爱他 还是希望他回来照顾小孩 希望回来照顾小孩 为什么你觉得他走了之后 对你来讲 这个小孩的问题 变得那么严重了 你爱不爱他 我先问 当时有 他回来你还会继续爱他吗 现在不会 不会了 好 你告诉我们当时 为什么小孩子你觉得这是一个 让你感觉那么样的痛苦的一个抉择 你必须要求他要回来 因为我觉得大人这个决定太自私了 就剥夺到小孩子 他有完整家庭的权利 你觉得你的离婚经验 给你的小孩带来最不公平的是什么 带来伤害又没有 就是别人都有妈妈在身边 然后他就是只有爸爸在身边 别人都是父母在一起 他就是变得担心了 你看过他身上这种遭遇的例子吗 别人对他的 或者你看过他的寂寞的样子吗 并没有 我问一下你的小孩好不好 12号 你怎么知道这件事 妈妈不再回来了 那个 他们要离婚的时候就都有讲过了 所以都已经知道了 我们今天谈的问题就是 离婚对于亲子关系的影响 你觉得妈妈不再了 父亲离婚了 这段过程 对你的最大影响是什么 其实也还好 因为那时候就是很小 所以就只知道说就是很难过 然后几年之后就释怀了 你习惯了 对 那妈妈 爸爸刚刚讲说 他很担心看到你很寂寞 你有没有寂寞在这段过程中 不会 因为 我好像没有想妈妈吗 有 那小时候 就是会哭着打电话给妈妈 对 后来你发觉什么时候开始你习惯了 差不多三年吧 三年 两三年 那这个习惯的过程有没有很痛苦 不会 也不会 对 我再问一问题 如果爸爸将来 再婚的话 来那位新妈妈 你能够接受吗 不行 我觉得说我每天就生活在风风雨之中 而且那时候我正好要考大学 根本就是没有办法念书 那时候爸爸吵完的时候 我爸爸就跑来问我说 爸爸要离婚了 你想要跟谁住 然后我早上时就回答说 我不知道 然后就干燥面对着 暂停被一个吊脸 父母亲的离婚 让孩子面对巨大的压力 无处述说 只能独自承受 后来你发觉什么时候开始你习惯了 差不多三年吧 三年 两三年 那这个习惯的过程有没有很痛苦 不会 也不会 对 我再问一问题 如果爸爸将来再婚的话 来了一位新妈妈 你能够接受吗 不行 所以你还是想着原来的妈妈 对 你稀不希望妈妈跟爸爸现在重新在一起 不会 为什么 不太可能了 对啊 因为他们现在连要见面都很难 十三个妈妈 讲讲你的过程 讲讲看你的历史 您是自己十四年的婚姻 然后最后走向的分开 因为家暴啊 家暴 对啊 他多次家暴的记录吗 几乎每年都有 那你是忍了多少年 忍了十四年 对啊 结婚第二年就开始 你为什么忍 因为那时候离婚的管道 比较没有像现在这么 这么可以容易离婚 而且都要经过南方同意 他不同意就没办法 这段家暴的过程 你的小孩有看到吗 有啊 小孩子也有被打过 也有被打 对啊 所以你当初离婚是 你想带着小孩子赶快离开他 对 也有这样的想法 你的心里对这段过程 你的记忆是什么样 常 家里面常争吵 然后玻璃什么都被打破 一旦到晚在那边吵 对 你有劝你妈妈离开的爸爸吗 嗯 我那时候不是很清楚 他们到底是发生什么事 对 那就是 只希望赶快不要在家里面 不要再这么吵 这样 对啊 你希望他们离开 虽然你不太懂离婚这两个字 但是希望他们 不要吵了 我只希望他们把问题解决好 嗯 对 那后来 妈妈 有没有跟你讨论过他要离婚的事情 嗯 到去法院的前一段时间 爸爸有跟我说过 他是有问我说 如果 如果爸爸跟妈妈离婚的话 我 我要跟谁 那我就跟我爸说 要跟我妈 嗯 你觉得妈妈要离开他的决定 对不对 这个离婚的决定 对不对 我觉得他快乐比较重要 快快乐 对 如果跟我爸在一起不快乐的话 那我觉得分开或许会比较好 你快不快乐现在 我 我很快乐 所以你觉得离婚 因为已经那么久也都习惯了 你对于离婚这件事情 你究竟 你会觉得是一个赞成的态度 还是 还是觉得尽可能去避免 尽可能不要 尽可能不要 对 你亲身的经历 好 我现在看看我们的李国超先生 是 李国超先生 你已经经历过离婚了 是 我离婚了六年 才一次吧 就一次 六年的婚姻 你的婚姻的时候 你离婚的时候 你的小孩多大 离婚的时候小孩还小 才幼稚园 所以那时候有考虑到小孩吗 那个时候 当然这刚刚的问题是说 离婚需不需要透过小孩答应 我觉得小孩子因为还小 他根本就没有思考能力 所以并没有询问过他 是事后离了婚两年以后才跟他讲 把笔把笔离婚了 可是其实小孩子在这两年当中 他观察出来 他观察出来 因为跟我前妻离婚主要原因是因为 远距离的关系 他常常长期在北京工作 我在台湾 就半年见一次面 他大概也知道说 感觉出来 父母亲好像感觉的关系 比较比较远淡了一点 所以当时的时候你觉得你的小孩 年龄还小 所以当然你没办法争取他的意见 是 你的离婚对你的六岁小孩 你觉得看他身上有没有带来影响 现在的他我觉得 因为我们家庭的教育 是比较美式的教育 所以就是不跟他说谎的 当他知道我跟他妈妈离婚的时候 那个时候妈咪也有男朋友了 那我也有一个女朋友了 我跟他讲说 其实你要知道一个很重要的观念 离婚 把笔妈咪离婚并不可耻 你不要自卑 绝对不要有自卑感 然后你还要想 你多一个伯父 跟多一个阿姨爱你 你太幸福了 平常一个家庭只有把笔妈咪爱你 你就两个把笔 两个妈咪爱你 不是很好吗 我用这个观念告诉他 其实我觉得他是可以释怀的 他是可以释怀的 可是在这中间过程当中 我要不断地跟我小孩 保持很亲密的亲子关系 这样子 所以你有跟小孩讨论 这件离婚的事情 后来我们之间很像朋友 他问我 当初他是主动问我 你当初为什么要跟妈咪离婚 我才把原因告诉他的 因为我说这个 长距离的爱情不好经营 而且你妈妈的事业心比较强 妈咪可能在某方面不能满足他 所以为了快乐为了自由我们离婚了 而且离婚是你妈咪提的不是我提的 是这样子的 所以我在问一下我们这边的 四号你告诉我一下 你的父母亲离婚的时候你几岁 我二 他们离婚的时候 你怎么样观察到他们的离婚之前有迹象吗 有啊就是持续还蛮久 一两年了就是都看在眼里 他们怎么样 就是爸爸就吃喝嫖子都来 然后回家就会跟妈妈要钱 然后很少回家 回家就是要钱 家里经常争吵吧 还好 因为他就是都是很晚回来 而且都是久久一次 都是半夜突然就是可能有一次 他们就会吵架 所以一小时候父母亲 父亲跟你的情感就不是很深吗 以前其实我们家庭是很完整 就是是大家羡慕的那一种 就是以前爸爸是好的 他后来是变就是变坏 我想问一下 您结婚了多久然后离婚了 差不多将近十五年 十五年 对对 所以说他就是在那个十五年当中 可以说他也似乎是一个好好先生这样子 只是说大概环境的不一样吧 也许是怎么讲 事业有了一点点小小成就这样 所以说经过一些人事物啊 环境啊 然后有经历一些人啊这样 我先告诉我先问您一个问题 男人为什么学坏 供一个重要的线索 有了钱就学坏了 对对 他是这样子吗 对啊也可以这么说啊 有了钱之后开始学坏了 对对 学坏之后你开始忍吗忍耐吧 也是忍啊 对啊有钱有闲就会变怪吧 你到后来还是走上这条路 你前面的忍难道 你不能再继续忍下去 也许问的问题不太公平 我不知道你们真正的情况如何 前面的人是因为他没有欠了很多钱这样子 那到了后面他是因为怎么讲 也许也是对我没有感情了吧 然后一方面也是他跟地下钱庄 借了很多钱 也是无能为力还这样 谁先提出离婚你还是他 我是觉得在一个很自然而然的环境之下 有没有他同意我也同意这样 好你在家里你觉得离婚之后给小孩子是带来了一种解脱 还是带来了一种不良的影响 你自己看的过程 我觉得对大家来讲对他对我甚至对小孩子来讲是一种解脱这样 那是因为你小孩子年龄比较大一点吗 他们也都懂事了 所以懂事是不是一个蛮重要的关键 小孩子能够了解父母亲的之间关系 在父母亲走上这条路给小孩子伤害会比较小一点 你的感觉呢 一方面是他们懂事 然后一方面也是他爸爸的所作所为 小孩子也是看在眼里这样 所以你认同妈妈的离婚 我认同 在他们的离婚之前我就很希望他们当时 我想请教我们的王老师 王老师也是国内的婚姻专家 不过你很大方的承认你自己写过离婚手记 对 刚刚我们看到这些情况 究竟离婚的时候要不要考虑小孩子 还是小孩子的年龄可以作为一个你考虑的条件 这个我有双重的角色可以来回答这个问题 我自己是在2000年的时候离了婚 那时候我其实我的婚龄在那个时候 已经长达19年龄4个月 所以我的孩子都已经够大了 所以在之前其实也有好多次 曾经考虑要离婚 没有做那个决定 就是因为觉得孩子还不够大 我也跟刚刚很多的家长一样 觉得说可能孩子还小的时候 有很多很多要考量的 那可是后来我自己这样子 我发现每个人都有一个他忍受那个婚姻 到就是他不能忍的那个临界点 那个临界点其实没有什么标准答案 每个人都不一样 那一个不快乐的父母就不会有快乐的小孩 所以到最后你会发现反而 这个离婚是一个解脱 然后也可以终止那个吵吵闹闹 我想问一下 我先听听他们的淘宝 在我们这边有些来自于离婚家庭小孩 是小学的时候他们父母亲就离婚了 15号 你是父母亲领会的时候你多大 6岁 6岁 你6岁的时候 你懂离婚这件事吗 不懂 不懂 小三的时候才知道他们正式离婚了 讲一件事情 最感觉到妈妈不在身边的事情 难过的感觉很多 总觉得 不会再回来了 不会再回来了 我要先说明一下 我是彭人 那因为小孩子的监护钱是归我前夫 那我是离开那边 已经来这边工作了有十几年了 那小孩子 其实这当中我离婚这当中 一直都有跟小孩子做联络 因为 毕竟是自己的小孩 你再怎么样你也割舍不下 那他是因为高中毕业了 他才离开那边来 过来跟我生活在一起 你当初离婚的时候他才6岁 你们有时候你有想过忍耐 或者有想过他怎么办吗 你们夫妻有讨论过这个问题吗 有我有想过这个问题 因为其实当我决定要离婚的时候 其实是在他3岁的时候 我已经有决定说要离婚 那但是我就是因为小孩子还小 我放不下 而且对方他根本是不会去照顾小孩子的 所以我就一直忍 忍到他大概四董 其实应该想说四董非董的这个阶段 我才跟他说 爸爸妈妈准备要离婚了 因为我有持续跟他联络 然后甚至跟他 跟他奶奶 我们都有在电话联络 所以多多少少我都会知道他的一些状况 那最明显的就是对于他父亲的态度 因为讲实在话 我前夫他是一个非常自私的 那对于小孩子他不懂去关心 他只懂打骂 那我对他就不一样 其实我有曾经跟他劝过说 你可以试着跟你爸爸沟通 那如果有什么事情的话 你可以跟他讲 那小孩子他就跟我讲没办法沟通 因为他可能 父亲连要跟他讲句话都非常难 你有没有责怪你的父亲 有过 所以你拒绝他 对 没有因为从小都是我带他大的 那我不管走到哪里 我去参加一些社团活动 他都是跟着我跑 所以说他的心会比较倾向我这边 那个是必然的 你有在他面前批评过你的前夫吗 完全没有 完全没有 我觉得这些孩子还蛮成熟的 他的确是就是爸爸妈妈 因为不得已选择离婚 对小孩子或多或少 其实我觉得是会有一些影响的 不过还要看一下说 爸爸妈妈用怎么样的方式 来去照顾以及关怀这些小孩 像我觉得刚刚超哥讲的就很好啊 你一对院偶变成两对的家傲 你变成有 uncle unty 可以更多的人来关怀你 来照顾你 那这样子对小孩子来讲 心灵层面来讲 应该就会影响性比较不够大 既然离婚 就算离婚 父母亲应该这个共同的爱 还是让他继续 换言之外 不要拒绝对方 跟自己的这个小孩来交往 我是这样的主张 甚至于在法律上 他也有明文禁止说 不是不能够把孩子当成资产 监护权是我 你以后你就都不能来看 这样子是不可以的 情形是没有办法切断的 我们来问一下我们现场所有的观众 当然我最有兴趣看的是 我们这边家长的回答 也就是你因为离婚之后 就算离婚了 但父母亲还是应该尽量鼓励 也就是接受自己孩子 去跟你离婚的对方 让他们继续交往 你认为同意的请答事 就是我离婚之后 我不会叫我小孩子 不要跟那离婚的人来往 我还是愿意能够接上 他们继续地交往下去 你觉得离婚之后 父母亲应不应该继续地 让小孩子继续跟你离婚的对方 继续地交往下去 多数是认为是的 我来问一下 请问我们的六号爸爸 六号爸爸讲讲看 你离婚的情况 因为当初就是因为个性不合 离婚的时候 当下是女儿才两岁多 等到他知道说他这个 我跟他妈妈离婚的时候 那时候他是在国医 那国医 那他当时很不谅解 那我也曾经就是很刻意地安排 他去跟他妈妈见面 让他们好像说做一个沟通 让妈妈跟他解释说 为什么他当初要离开这样 结果回到家 他们也就没有再互相联络了 结果我又再刻意又安排一次 又把他带去跟他妈妈见面 第二次再见面 他甚至连妈妈都叫不出来 本来那时候第一次见面的时候 还可以叫个阿姨 第二次再见面 他连阿姨妈妈都不叫 你的历史是你希望这位母亲 还能这位女儿重新来接纳这个母亲 对对对 你的历史最后是失败的 对啊 因为我是认为说 我有义务一定要让他知道 他亲生妈妈是谁这样 我们先问你说 你不谅解什么事情 因为我觉得他很不负责了 谁 妈妈 对 妈妈 因为我有听我爸说他因为我妈妈好赌 然后他就不会照顾我 从我出生到现在都是我爸爸在照顾我 洗澡啊喝牛奶啊什么都是他在照顾我 可是这让我觉得说好像有他没他又没差 可是我其实也是不喜欢他们离婚 在很重要的年龄的时候他都不在我身边 有时候爸爸都出外工作 也不常待在家里 所以我会觉得说很没有安全感 你国中一年纪的时候那次见面你还记得吗 嗯还记得 爸爸为什么这个安排你还记得吗 他为什么安排你跟妈妈见面 其实当初我并不知道有这个节目 嗯 对 又变成说好像是被 有种被骗去的感觉 骗去那个见面 对对对 然后你没有预期你会见到你的亲生母亲 对没有 你见到之后呢 我其实很生气 对 因为我觉得说 为什么不事先跟我讲 嗯 那不讲好我就想说算了 对 那结果谁知道之后 就像我爸说的都有 他知道我的电话 我也知道他的 可是他从来不会打给我 所以我当然也不会打给他 那第二次见面呢 你连妈妈都不愿意交了 不必要 你现在脑中根本已经没有这个母亲了吗 没有 啊 就这样子 对 就不要他了 因为 对 他都不要我 我干嘛还要要他 哦 你那太太 你的前妻现在过得还好吗 她自己有没有自己的 她自己的 她又再婚了 再婚了小孩 又有她自己的家庭 所以那 当然这是 可能就是小孩子 她不能谅解 就是她妈妈那个 她本身有家庭的苦衷 那我们就一直在帮她 就是跟她解释 再怎么样 她还是怀胎失业 把她生下来 就希望她 还是一定要去接受她 那能不能就常常 来往 那另外一回事 可是一定要接受她 嗯 就一直跟她讲 她也是一直就是 你现在也放弃了吧 没有啊 我还是 还是在努力当中 如果今天我怎么样呢 她 世上唯一的亲人就是她妈妈 她都会把我当女儿 干嘛 干嘛还要理她 爸爸希望女儿认前妻 爸爸希望女儿认前妻 女儿却大呛没有必要 那再怎么样 她还是怀胎失业 把她生下来 就希望她 还是一定要去接受她 那能不能就常常来往 那另外一回事 可是一定要接受她 嗯 就一直跟她讲 她也是一直就是 你现在也放弃了吧 没有啊 我还是在努力当中 如果今天我怎么样呢 她世上唯一的亲人 就是她妈妈 她都会把我当女儿 干嘛 干嘛还要理她 我想问你 你会觉得 你这位前妻会负担 如你所现在负担 这么好的责任吗 可能没办法负担 那你在努力什么 我还是总是希望说 我如果万一我怎么样 我的女儿 她还是有个亲人在身边 万一她有什么紧急状况 有个亲人可以去联络 可以去通知 你家庭里面现在 还有没有 你有没有另外的对象 有啊 我也再婚啊 那再婚这位 她的亲妈妈 不能照顾她吗 我认为是可以 可是她不一定 你认为可不可以 可以是可以啦 可是我觉得 这中间还是会有隔阂 她并不是说 有办法就是很关心我 因为还有一个弟弟 可能会觉得说有偏心 对 爸爸的苦心 你看得出来吗 她很担心她一旦 一旦身后 你可能没有一个人来照顾你 所以她要努力把你的妈妈 给找回来 我觉得没有必要 没有必要了 对 因为我觉得我自己 可以照顾好自己 嗯哼 对啊 啊 我也希望说爸爸可以长命百岁 这样就会 我请问一下 那你对于婚姻 将来你自己一旦有一天有婚姻的话 你会不会因为你的过去父母亲的婚姻给你带来影响 我会给自己有个准备 就是能够给孩子一个完整的家庭 如果不行没有能力的话我不会结婚 你讲的真的非常的严肃而认真啊 我个人的案例的话 因为我小孩抚养权不是跟我 她是在北京 那么基本上因为我愿意当初把抚养权给母亲 也是因为我认为说 在那边的基础教育好像比台湾好一点 而且我个人一个人在台湾也没有亲戚 所以要照顾她的话会比较困难一点 她那边事实上我前妻在那边的环境还不错 我之前就是离婚之后 我是每年只要寒暑假是一定去 那只要中间有时间我就会过去一下 一直到她小学三年级下学期 我考验考验她 我说如果说把比较你一个人坐飞机回来 你敢不敢 因为航空公司有那个吴大人陪同小孩自己 自己大飞机的服务队 双方同意就可以 她居然说好啊 其实我在考验她 爱不爱我 还是有点私心了 好啊 我就好开心 就从小三她自己坐飞机回来 讲到这个我还是很感动 我说我在机场门口接到她 看到她看我第一刹那 我以为就掉下来了 我说这小孩好勇敢 然后当然 我现在也很有趣 父母亲离婚之后 证明是你们的感情的交往 面临一个重大的考验 甚至是一个失败结果 如今你却在小孩身上继续考验爱不爱你 你为什么原来的感情你不能通过那考验 如今把小孩子作为一个考验的一个筹码呢 所以我这个当时事后才会发现 你才发现说还是要比较一下你比较爱妈咪 还是爱妈咪 这是后面的事情 还是处于你们两个之间的一个 夹在夹在你们两个之间 不但要向对方证明我爱谁 我 我个人的话 我绝对不会让我自己的家庭走向 像这个六号爸爸这样子 因为我觉得离了婚还是要保持一个很好的关系 我不希望说让小孩认为说 对父母有怨恨 六号爸爸那你告诉我 为什么你做不到像李国超先生这样子 你刚开始那几年 你为什么荒废了你该做的功课 甚至在女人面前批评了你的前妻 不是 因为我那时候一直认为说 她还那么小 不需要去跟她讲到这一些 所以我就一直没有去铺路 可是我跟她妈妈 目前我们还是有常常联络 对 可是这一段她成长过程 你没有做的事情 好像已经弥补不回来了 对 所以证明你跟她这边不一样 她还在努力地在继续经营 婚后对这个小孩 情那个共同的抚养的感情 是 是 是 我觉得这点很重要 应该是要这样子才对 你觉得呢 妈妈那时候如果跟爸爸 还有继续像李国超先生这样子 会不会你今天跟妈妈的接触 接纳就不一样了 我觉得这个一定会有差别 对 可是 可是她并没有这样做 我们是看到一个对比吗 汪老师 真的是很为难 因为我自己的经验 还有很多朋友啊 这些听来的故事 就是你在那个 之所以要离婚 当然是因为婚姻出了重大的问题 有一些重大的歧见 没有办法解决 那在那种情绪里面 说真的到最后 能够不去怨恨对方 就已经不错了 还要这样子 像李国超先生 那么的有风度 然后去做这么多正面思考的东西 我觉得是很为难了很多人 真的不容易 你用白话讲好了 我就做不到 别跟我来介绍理论 对 我必须讲说 我还觉得我还不错的是 我好像至少也做了一半 好比说 我不会在孩子面前批评前夫 但是我可能没有办法像李国超先生 那么的积极的去做这么多这么多 然后能够让孩子 但是积极了之后 是看到不一样的结果 好像真的 对 在有些人 有些例子里头确实看起来不错 我再问一下 刚刚我们几位家长告诉我一下 在你们离婚之后 对小孩子的这个养育教育的经验的过程 也许给我们一些观众做一些参考 十二号爸爸 你离婚的时候有两个小孩 离婚之后你怎么样来教育这个小孩 虽然你刚刚讲的 你努力想找他妈妈了 他妈妈后来离开了 你自己在这段过程 你可以跟其他 也许好像走上这条路的爸爸 你给他们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经验 告诉他们 你怎么带 就见招拆招 很多事情你没有遇到真的考量不到 因为其实他妈妈走 他把很多事情都铺成好 都预设说该怎么去做 比如说他们那时候之前 两个妹妹都留长头发 然后他怕妈妈不在身边 没有人帮她绑头发 他就把他们两个带去都剪短 就剪短发 可是后来还是很多问题 比如说吃东西 我什么料理 然后他们买衣服 我不会买 所以很多问题 就是建招才招 也是慢慢学习这样子 他是好爸爸 好爸爸 他很辛苦对不对 这样你看 对很辛苦 因为以前是带我跟妹妹 就很辛苦 因为一个爸爸要带女生 就是比较不懂女生在想什么 嗯 爸爸后来有没有再去 你不建议爸爸家里可以再找一个人来帮助爸爸呢 我没有建议爸爸自己有女朋友 没有建议 还是需要一个帮手最后来的是不是 帮手其实还好 我自己是做得来的 对啊 那再交女朋友是我自己的需求问题 我问一个问题也许不太公平 我问一个问题也不太公平 究竟离婚的时候 是父亲带小孩好 还是母亲带小孩好 我当然来讲的话 在你的 你例子根本不成立这个问题了 因为你的太太根本已经把他的选择权都丢弃了 你觉得究竟 选择权应该是给爸爸带的 为什么呢 因为自己的小孩子 当然是随着自己带 然后自己去自己的性 对不对 那你自己的小孩子去给 比如说他妈妈在嫁 那又要叫别人叫爸爸 那是不是觉得 在我感觉我就不能接受了 好 那我 像Uncle 不管 不管 不管能不能 就是说 我能不能带他 我一定试着去学习嘛 所以你看 我不是把我女儿养到18岁 对不对 对啊 其实以前 大概在十几年前的时候 法院如果是裁判离婚的话 大部分都是判给男性 因为他可能会考虑到说 女性妈妈可能会有再婚的问题 然后大家可能社会上会觉得 你结婚还要再带个脱油瓶 所以一般 你也可能说以前的法官都是男性 所以百分之 在我们打的官司 百分之八九成都是判给爸爸的 可是现在不一样哦 现在很多都是会判给妈妈 尤其是现在法律也有明文规定 这个不是随便判的 他有时候还会有访试员 社工人员 他会去家庭里面去做一些访试 甚至于问一下小孩子说 你觉得你比较想要 想要跟爸爸还是跟妈妈来去 就来住 然后所以说 这会影响到法院来判决 所以其实现在判决给妈妈的 其实是蛮多的 那就我个人的看法 我觉得如果小孩子还很小的话 比如说还在抢宝之中 其实是妈妈的照顾会比男性要来得更加周到 那刚刚六号爸爸说 其实姓氏的部分也可以协议来约定 我们来问一下22号跟23号 你们两位父母亲离婚的时候 你们年龄比较大一点了吧 那时候我是国三 那时候爸妈在吵架 然后我那时候躲到房间里 那时候爸妈吵完的时候 妈妈就跑来问我说 爸妈要离婚了 你想要跟谁住 然后我当时就回答说我不知道 然后就盖上棉被就 在棉被里掉眼泪之类的 你掉眼泪是因为害怕过离婚日子 还是害怕他们分开 就害怕爸爸妈妈会分开 因为自己没有想过 因为通常都是在电视上看到这些事情 然后自己没想到会发生在自己身上 会觉得很意外 我现在跟爸爸住 这也是你的选择吗 是那个监务权 他们有上法律 就是监务权 所以整个过程 有没有人问过你要跟谁住 有 你为什么做了跟爸爸选择 还是你选择是妈妈 因为妹妹比较喜欢妈妈 当时我有一个妹妹 然后我就好啊 好好好 我跟爸爸 好啊 是这样 一人分一个啊 就是看他可能有两个小孩 那可能是他们也会做到他们的意愿 他们的协议是吧 对 是你爸妈的协议吗 一人 对 一人的协议 说起半天你从你在被窝里面躲着听到的消息 到最后你选择跟父亲住 你从来没有被尊重过啊 我不知道怎么讲 是不是 应该吧 因为 爸爸离婚就觉得很突然 就是 那你现在跟爸爸祝福愉快吗 还不错啦 爸爸每次都会问我说 哎 我们吃饭啊 什么之类的 你愉快吗 还可以啦 跟妹妹比谁愉快 两个都差不多啦 你有没有恨他们离婚 当初会讨厌爸爸为什么 不好好就是 因为当初离婚是因为爸爸不好好工作 如果爸爸好好工作的话 可能就不会演变到最后离婚这样子 因为以前我小时候是比较 活泼 比较开朗的那个小孩子 而且很喜欢搞怪 最后爸爸离婚之后呢 然后就变得比较忧郁 然后比较自卑 没有什么自信 然后高中就没有什么朋友 跟妈妈的关系怎么样 也还不错 刚刚还通过电话 刚刚通过电话 所以将来的结婚呢 你觉得将来的婚姻 你的婚姻关如何呢 我会就是会比较注意 就是两个人在一起 那个契合度很重要 相处要何得来 将来 我祝福你的婚姻是幸福的 谢谢 但如果将来有一些 你真的还是走上一些人 必须走的路 嗯 你那时候会不会去听听 你的小孩的意见 会啦 嗯 你也不会跑到书房打开 跟他答应我们要离婚的 不会这样 不会 不会这样通知他吧 不会 不会 你的经验是这样子 21号 你父母亲离婚的时候 你多大 18岁 高三 高三了 哦 我们一个比一个高一点 那有没有人跟你谈过这个事呢 有 但都是只是口头上 你过来 你过来 你到底要跟爸爸还是妈妈 你说 然后我们就不敢讲话 然后他们就继续吵了 其实根本没有接纳我们的意见 对 然后你后来跟谁住 我跟父亲住 这就是他们做的选择 对 他们做的决定 这段婚姻的离婚 你看究竟是父亲的问题 还是母亲的问题 嗯 其实是母亲引发的问题 但我觉得他们沟通上 但是沟通上一直都有很大的问题 因为父亲一直没有办法接受 妈妈为什么会做出这样的事情 关于在务问题的事情 然后每天都是打骂折闹 就是折骂 然后会觉得说 我们每天就生活在风风雨之中 而且那时候我正好要考大学 根本就是没有办法念书 所以他们决定离婚 你有没有觉得如释重负 我是觉得 这是他们已经算是最好的选择 因为每天这样互相怨对 互相折骂 对他们不好 对我们这些小孩子来说 也是一种很难受的折磨 我觉得很有意思 我们看到了 当年龄越大小孩 他越能够去为他们的 父母性离婚找出 合理化的一个理由 但是在年轻的小孩子里面 可能他看到的事是 谁对谁错 一个很单纯执着的问题 王老师 你的看法 对我觉得真的 我蛮心疼的 也蛮感动的 就是说我们这边这么多的 这些可爱的孩子们 也许自己在经历这些事情的时候 蛮有点苦 可是好像我听到的孩子 会体谅爸爸 体谅妈妈 那种爱 我都觉得好感动 我常常听到人家会贴标签 你知道吗 学校老师说 我们本来有几个是单亲家庭的小孩 好像单亲家庭上面就贴了一个标签 说你一定是有问题的 这个东西又是另外一层的伤害 就是除了本身 可能离婚会看不见一个爸爸或一个妈妈 那样的伤害以外 又多了一些伤害 所以我觉得不要这样想真的 因为那个所谓的不健全 就是除了污名化自己以外 还可能让爸妈妈也很有罪恶感 离婚的家庭的小孩 一定会带着某一种的伤痕吗 真的是不一定 我想问一下我们这个问题 是问在座所有的我们一百位的来宾 将来你们还没有做父母 你们也做父母的 如果你的小孩子谈恋爱 甚至叫结婚的对象 而对方是来自于一个离婚的家庭 你心中会不会有成见 有的请答示 好吗 当你的小孩子交往的对象 是来自于一个离婚的家庭 你不现在认识对方 就听到对方是一个离婚家庭 你会不会对他交往这个对象 带着心中某一种的成见 离婚家庭代表什么 离婚家庭在我们社会上的一些记忆跟印象 你有没有 将来有一天你做父母的 你听到你 或者你自己交往的对象 有没有 家长们是有吗 因为我觉得一个孩子 如果在一个正常家庭长大的孩子 会得到更多的照顾 然后就是 也学会很多的生活习惯各方面 为人处事 我这个是理想 然后如果一个孩子 如果是从小没有父母 没有爸爸或没妈妈 然后可能 我们是担心他可能 某一些部分可能不足 我会在观察 看一下这样子 当然我们理想都希望说 比如说我是正常的家庭 讲这个可能有点过分 不是说正不正常 就是说我的孩子有父母 有母 然后比如说我结婚也是二三十年 然后我也希望对方的家庭跟我一样 这是我觉得我今天比较激动一点 我应该坐到那边去 我应该坐到那五十个人中间去 因为我一直听到这个正常啊 健全啊这些东西 我觉得实在不解 因为我们看到有很多人是在双亲的家庭里面 然后父母也都在 可是那个问题一大堆 那不见得就没有问题你知道吗 反而是有时候我们发现在资源有限的情况下 我们这些所谓的单亲家庭的孩子非常努力 他很优秀 不是更应该要欣赏这样的孩子吗 对对对 对不对 为什么反而去对这些孩子有成见呢 这个我一定要抗议 一定要抗议 心有气气焉啊 心有气气焉啊 对对对 心有气气焉真的 真的是这种感觉 就是啊 如果说我们自己的小孩 虽然来自单亲家庭 但是我们尽力地把我们小孩培养好 当然他将来选择另外一半的时候 我们就像王老师讲的 很多双亲家庭小孩坏得不得了 对不对 坏得不得了 很多杀人犯的孩子都是双亲家庭正常的 是不是 反而有些单亲家庭 他会更珍惜他以后自己的家庭 反而更成熟 更稳健 对 我这边也想补充一下 我觉得其实 单亲家庭的小孩子 他之前已经有一些遗憾 因为少了爸爸或妈妈的一个爱 如果说社会上 大家有一些有经验的爸爸妈妈 有这样子历经单亲的一个情形 然后反而对单亲家庭的小孩子的伴侣 还有这样的顾忌的话 对这些孩子们是等于双重的伤害 所以等于是整个社会的观念 我是觉得应该再做一些调整 最后我想请我们在场的 无论是来自于离婚家庭的 不管怎么样 你们都是当事的 想一下怎么样离婚发生之后 让自己的家庭继续保持一个和乐的状态 你们的一些经验才能不能告诉我们一点 六号 你觉得 依我来看 我会觉得说 如果真的要到离婚的话 那小孩子 没有选择权 离婚之后 一样要让小孩子看看双方父母 就一定要让他们知道说 有这个人的存在 不要让他觉得说 好像缺少了一份关心 一份安全感 你再告诉你爸爸 什么事没做 对 没错 这个都已经做了 只是他没办法去接受而已 是他自己没打给我 对 该进的能力也都进了 对 那总是还会再继续加油 让他去承认 承认接受他这个亲生妈妈 我绝对不会说 下次要做得更好 你不能再有下一次 四号 我觉得离婚后 有没有 反而也不用担心 他爸爸什么时候回来 也不用担心他什么时候拿钱 反而跟孩子 能过得比以前自在 更快乐这样子 真的 没有 十号呢 就是出生在就是 暴力家庭里面 然后就是 之前爸爸喝醉啊 然后就会要 就是他有一次在厨房 他说 他在客厅就说 你去厨房拿一把刀 我问他说你要干嘛 他就说你就 如果你不拿我就踹你 把你赶出去 那我就去拿了 然后他就说 你右手伸出来 那我说你要干嘛 他就说砍你右手 是 父母离婚后 老爸不改暴力行为 竟然拿刀想砍儿子 他在客厅就说 你去厨房拿一把刀 我问他说你要干嘛 他就说你就 如果你不拿我就踹你 把你赶出去 那我就去拿了 然后他就说 你右手伸出来 那我说你要干嘛 他就说砍你右手 然后我就说 然后我就开始跑 然后奶奶就出来说 你不要把他抬 你不要把他抬 你抬我了 然后我就 然后我就 他还是继续要杀我 然后这样跑 追着跑 沙发这边跑 然后我自己就跑去警察局 然后我就去报案 我就说我爸爸要杀我 然后就 警察就跟我一起回去 然后发现爸爸不见 之后警察就做笔录 之后警察走之后 然后才发现爸爸躲在阳台 他喝醉了 他半醉半醒 然后之后我和奶奶还去法院 你妈妈呢 就是申请保护令 然后可是没有过 你妈妈那时候离婚了已经吗 那时候离婚了 因为他家暴 然后离婚 然后之后申请保护令 可是没办法 因为没有证据 然后我就心里想说 那如果被杀死了 还有什么证据 对 你去哪里 现在爸爸关出来了 被关然后出来了 还跟你有联络吗 就没有联络 可是会遇到 就是去奶奶站 妈妈后来也没跟你联络了 我跟妈妈 你跟妈妈住 嗯 所以你的经验 你的告诉我们 你的经验告诉我们的是 如果碰到这种 凶恶的这种情况 还是赶快父母亲做一个选择 保护小孩子 就是我会支持妈妈 赶快离婚 赶快走 嗯 对 因为自己妹妹 自己妹妹是被爸爸卖掉 对 因为监护权都在爸爸这边 然后 因为爸爸带妹妹去吃个饭 然后那个老板就喜欢妹妹 就说我用15万给你买这个监护权 然后妈妈就知道这件事 她妈妈就去筹15万 然后就是跟爸爸说我给你15万 然后监护权给我这样 然后就用15万 然后把妹妹卖给妈妈这样 然后之后我还是住在那边 就是 就是每天都过得 就很不安全的感觉 是啊 我们为你感到安心啊 十三号最后 你有没有什么话要告诉我们 算他们分开但是 嗯 妈妈坚强 妈妈很坚强 我很感谢她这样 离婚不是一件快乐的事 绝对不是 是一件伤害人的事情 刚刚21号 我觉得在离婚之后 我们自己 我们孩子自己也是可以做一些事情 就是 因为我觉得分开就是只是分开 但不要去憎恨对方 我们孩子还是可以做你们之间 沟通的桥梁 像我就是我爸我妈之间 就是他们不会见面 不会互相联络 但是都是透过我 跟对方说话 所以他们想传达意思 那我觉得 就是这样也是一种 也算是一种和平的相处 我们自己 也不会觉得很难过 也可以看到他们大家 各 双方各自都过得很好 我们也很愿意做这个沟通的桥梁 节目最后我没有忘记7号 在刚才节目开始的时候 年轻朋友认为 离婚也没怎么样 你现在觉得还是离婚 是没怎么样的事情吗 可能会 以后大概会 小孩会有一些偏差啦 你会稍微再考虑一下吧 将来 会 离婚真的不是一件 那么简单的事情 我想不管怎么样 我们只能透过一句话就是 真的夫妻如果一定要走上那条路的话 希望你是能够善待自己 善待对方 特别还要善待你的小孩 谢谢收看下回 我希望他们尊重我 因为我不想被当球踢来踢去 我只是想要一点合乎 给我的宝贝 虽然说分开十几年 没有跟你在一起 但是我希望 你在跟我在一起之后 妈妈会尽量用我最大最大的关怀 跟我最大最大的爱 去爱你 妈妈永远爱你 我很感谢爸爸妈妈 从小给我们很大的空间 虽然我们是在不健全的家庭 但是我们有很健全的人格跟心灵 谢谢爸爸妈妈 谢谢你陪我走过这一段 我离异的婚姻生活 虽然爸爸妈妈离婚了 但是我还是希望 妈妈可以接受我跟爸爸见面 女儿 爸爸有一句话要跟你讲 爸爸就是你永远的靠山 一定要记住这句话 爸妈就很大成真 你是被领养的小孩吗 还是有领养孩子的爸妈呢 欢迎您的踊跃报名 报名专线 0951 057999 0951 057999